免疫力较差的儿童容易患上咳嗽 那孩子咳个不停 让父母很是担心 厕房的中西医表示 当孩子咳嗽的时候 不应该马上地吃止咳药 因为不是所有的咳嗽都是疾病 他们可能是人体自身的保护机制之一 帮助人们排除呼吸道的义务 因此确认引发咳嗽的原因至关重要 马上进入养生时善 看中西医如何分析病情 以及哪几种的咳嗽 需要警惕还有看医生 咳嗽是儿童常见的一种疾病 在新加坡常年都会发病 幼儿与学龄前的孩子 就是两岁到五岁之前是最常见 家里有兄弟姐妹的 或者已经有上托儿所的孩子 特别容易得到 学弟儿童会特别在第二学期 和第四学期中患病 临床上儿科的患者中 咳嗽种类在患者中的五成以上 咳嗽是身体对呼吸道 刺激的一种自然反应 是一种保护性的技能 它可以帮助清除 呼吸道中的异物和分泌物 保持呼吸道的顺通 中医变症儿童咳嗽 是与他们的临床提升 还有症状为主 主要鉴别的两种不同的咳嗽 是肝咳还有湿咳 我们观察咳嗽是否有痰液 痰液的颜色与性质 例如白痰 黄痰 清痰 还有黏痰 辨别病程与病因很重要 是否是急性咳嗽 还是慢性咳嗽 还伴随着一些感冒 或者发烧的症状 可以帮助我们拟定治疗方案 咳嗽的种类 可以以声音的性质来分类 比如肝咳或者失咳 也可以以时间上来分类 少于四个星期的就是急性咳嗽 超过四个星期的咳嗽 就是慢性咳嗽 咳嗽的病人会决定他的病程 假设孩子只是咳嗽和流鼻涕的话 通常会在一个到两个星期就会好转 我们一般不建议家长 一发现孩子有咳嗽 就一直用死咳药 因为这样会压制孩子的自然反应 会造成肺和气管 累积分泌物和病菌 反而会加重感染 幼婴儿咳嗽时 要停止哺乳于进食 以防食物呛入气管 年龄较大的儿童 饮食药与清淡为主 不吃辛辣油腻和喝冷饮 最佳的选择是喝粥 在粥里面可以放一些富有维生素的蔬菜 例如说菠菜 胡萝卜 山药等 还可以加点瘦肉提鲜 山药磨碎后和米饭煮成粥 口感更加顺滑 容易吞咽 肉碗里加入蔬菜 这样孩子们可以吃到均衡的膳食 把去皮的山药磨碎和白米煮成粥 汆烫菠菜后和红萝卜切成粒状 加入肉碎 薯粉 麻油 酱心调味 做成肉丸 放入粥里滚熟 可以上桌了 儿童慢性咳嗽很难好 因此对症治疗是关键 西医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缓解症状呢 而受访的中医师表示 比较常见的咳嗽是风热咳嗽 还有风寒咳嗽 厨师根据这两种病情 设计了两道适合儿童咳嗽患者的料理 来帮助他们化碳止咳和润肥 治疗咳嗽的重点在于治疗他的病源 比如绝大部分咳嗽的患者 都是因为伤风而咳嗽的 所以伤风感冒药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药 干燥的空气会让孩子咳嗽加重 晚上睡觉的冷气不要调低于26度 而且建议孩子多喝水 这样可以保持呼吸道不要过分的干而咳嗽 还有一点香烟的烟味会造成孩子咳嗽加重 临床发现最常见的咳嗽是以外感咳嗽为主 分为风寒咳嗽跟风热咳嗽 风热咳嗽是外感风热而引起的 典型镇上有喉咙痛口渴 咳黄痰或者黄白痰而且很浓稠 我们可以通过小儿推拿的穴位天门和天河水 来舒缓小儿风热咳嗽 饮食方面可以吃梨 艺人 金银花 杏仁 不要吃新赖以进步的食品 例如红枣 羊肉 牛肉等食材 杏仁具有化碳止咳润肺的功效 选用杏仁奶是舒缓咳嗽的另一个选择 适合做成润喉的布丁 用金银花煮杏仁奶 提取金银花的味道 再倒进小火炒香过的义饮仁 煮滚后加入蛋白 让杏仁奶受滑 过滤后倒入碗里 连同切片的梨和冬瓜 一起放入蒸炉 用中火蒸大约10分钟 把蒸好的梨和冬瓜 放入杏仁布丁 大功告成 风寒咳嗽的症状有 流青液 喉咙发芽 痰漆薄白 早期的风寒咳嗽不能用止咳药 可能会肺气瘀结 造成慢性咳嗽 日久难遇 推拿方面可以推肩胛骨 具有温肺止咳的作用 饮食方面不能吃含粮之品 例如西瓜 香蕉 白萝卜 白菜等 因为它会引起痰痴 加重咳嗽 可以吃温肺化痰的食品 例如白果 橙皮 山药等 白果的毒性成分能溶于水 煮后会被破坏 把里头的芯去掉 不然吃起来是苦的 一天不要吃超过五颗 五岁以下的孩子不要吃 把桃椒浸泡隔夜 清洗干净后备用 将饧干去子 把山药去皮再切成块状 用一公升的清水 放入橙皮 红枣 杏干 蜂蜜白糖 白果 还有山药和桃椒 煮大约四十分钟 要趁热吃 咳嗽是儿童常见的疾病 因为感冒而引起了咳嗽 不用过于治疗 不建议少过六岁的孩子 过分使用止咳咬 如果咳嗽持续超越两周 或者伴随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比如发烧 食欲不振 呼吸杂声 那就需要就医了